今天上午在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举办了一场产学合作签约仪式 由日本知名连锁汽车百货专门店愿意接纳学生到日本实习 而双方在今天签订产学合作一块去看看 今天上午在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举办一场产学合作签约仪式 由日本知名的连锁汽车百货专门店黄茂愿意接纳学生到日本实习 双方在今天签订产学合作 机械系学生将有机会到日本六百多家的店面实习 从事汽车修护保养等工作 未来黄茂还将扩大人才需求规模拓展到汽管行销等学生 到卖场门市部来实习全面培育学生的就业实力 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有学生在台湾的黄茂工作学习 将来他们希望能够大量的引进我们的学生到日本去实习 甚至于透过他们的一种检定 如果能够通过他们检定 将来他们要雇用我们的学生 作为他们主要的干部 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的 城市科大表示双方合作后将会加强学术与产业交流的资源 共享日本黄茂将派员协助教学担任任客老师或者是业界专家 协同教师与教育训练等等并且规划实习的内容 使学生至海外实习 此项合作案预计将在明年正式启动 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就会有开始实习的课程 电脑的诊断器的操作 以及轮带拆装饥饿饿更换 这些都是基本的 学校都有认真的指导 我们到那边公司 就是师傅人们在持续指导 让我们更进一步能够增长自己 做的时间能够缩短 以及准确的为客户做排除困难 机械系学生表示非常喜欢日本皇帽的工作环境 目前已经在台湾皇帽实习 工作内容包含了机油保养 底盘零件等更换 在第一线工作让他收获良多 他也发现实物的工作是教科书理论所学不到的 也感谢学校给他成长的机会 为了争取明年可以到日本皇帽实习 这名学生现在也天天苦读日语 期许自己未来拥有语言专业的双倍就业能力 记者许多安逸 但随时采访办法